吉打州国盟原定在明天公布周选候选人名单 不料却在前夕踩刹车 临时宣布展延到下个星期三才公布 不过国盟澄清 推迟宣布和一党的吉打看守大臣 拿督斯里沙努西官司缠身无关 他依然是排在第一的候选人 吉打国盟总秘书穆索达今天授寻师回应 国盟高层早在上个星期三就决定推迟 宣布吉打的候选人阵容 以便统一六州选举的总名单 同时也方便领袖前往各州竞选 并不是受到沙努西的官司影响 此外一党熟理主席拿督斯里端一布拉辛 昨天晚上在登州演讲时 也保证还没被定罪的沙努西 不会失去参选资格 长老会也不会对他采取行动 端一布拉辛直言 有关煽动控罪含有政治意图 明显是为了动摇沙努西的政治地位 但是政府越是打压 国盟越是获得更多支持 明显是为了动摇沙努西的政治地位 才能讲求本身 variables 明显是为了动摇沙努西的政治地位 在沙努西对此之间在沙努西之间 一直是为了动摇沙努西的政治地位